早上那一張拿出來 早上那一張拿出來 這份先給你 不是只有他有啦 我只是來不及應先給他 那一份就是席座 到時候今天會給你們 因為一定要練習 沒有練習你會不知道 就是我今天會給你們 你們一定要練習才可以 星期五不用 哪個 哪個 老師齁 我明天會來 只是會來了之後再離開 我明天會來 我明天會來 只是會來了之後再離開 你為什麼要離開 為什麼要離開 因為我有事情 老師你舉個會動 我會幹嘛 說的也是 老师为了公众 因为老师没上学 我也很想这么做 可是不太好 因为我有出现跟没有出现 不太一样 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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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出现之一 老师就会出现了吧 我知道 可是 你老婆还是一夜没教 没有什么不一样 哈哈哈哈 还是不一样而已 可是 你们很幸福耶 之余老师昨天进来来陪你们 看书 那他到我快五点才来 Anyway就是 就是 你们要很感谢他 因为我没有跟他讲的 好像听说是 听说 所以 所以你们的意思是 希望他陪你们这样 所以他 听到你们的意思 他也是坐在那边而已 然后 他也真的来陪你们这样 所以你们还蛮聪明的嘛 就是告诉老师说 下午你们有留 老师留 要很感谢他 因为 所以你们也要很感谢我 老师说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不是我实在 我不是要跟你们讨感谢 我是在跟你们讲 我是在 我们本来就很想要谢谢 我是在跟你们讲 是说 像之余他其实只是带导师 他会来帮你们改那个 零路布啦 或来看你们吃午餐 或来陪你们打扫 或者是 都已经放学了 还愿意来这边陪你们看书 你要很感谢 对啊 我是很感谢 你们可能没办法了解 我的感谢 有多感谢这样 谢谢你 好 那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这一张这一份 先看第一页 先看第一页 这一份其实就六个字 一个叫做 一个叫一起算 一个叫分开算 对 就一起算跟分开算 好 对 就一起算跟分开算而已 好 那所以呢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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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糕加 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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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一个就是一起算 对不对 对 刚好这里哦 这就一起算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一起算的东西 我们把它分开算 就会变成 夹 蛋 夹乘以蛋 加上什么呢 饮料 就是把饮料 把饮料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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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蛋糕分开 算 对了哦 对 那我也有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嘛 就是我可能就是 不是只有夹班嘛 就是我夹一两班一起买这样 就是夹班也要买啊 乙班也要买啊 所以夹一两班就有这么多人 对不对 对 所以我在把它分开的时候呢 这个一起算最简单 就是数一下人数嘛 甲班有多少人 乙班有多少人 乙班有多少人 然后我要买的蛋糕跟饮料 要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说大家一起收钱 每个人就给我钱 对不对 对 然后我就不要买自己拿去 好 然后呢 当然我也可以分开算 请问一下我可以把谁分开 夹乙班跟乙班分开 蛋糕算蛋糕的 饮料算饮料 可以 所以我是不是就可以这样 甲班跟乙班不用分开 对不对 对 一次分开一个就好了 一次分开一个你才不会乱 好 也不能乱分开 所以 所以我可以蛋糕先买 对不对 了解在讲什么 然后再买什么呢 再买饮料 然后我把这个写上去 就会变成是甲加饮 目前看得懂我在写什么 看得懂 看得懂 然后我就可以再一次 因为他还是有刮号 对不对 还是有刮号去代表他在一起胜 所以我还可以再继续 算 分开胜 所以这时候我要分开的时候 我就要分开谁呢 我就要把班级分开了 对不对 我就要把班级分开了 对 然后把班级分开 就变成是 甲班买甲班的蛋糕 对不对 然后乙班买乙班的蛋糕 对 那这里就是 甲班买甲班的饮料 然后乙班买乙班的饮料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可以吗 可以 从上面到下面叫做 分开 分开胜 分开胜 然后从下面回去 一起 一起胜 怎么可以一起胜呢 一起胜 他要买蛋糕 他也要买蛋糕 对不对 所以干脆两个班一起买蛋糕 对 了解在讲什么 了解 他要买饮料 他也要买饮料 对 那我就两个班 两个班一起买饮料 可以喔 然后呢 因为 这两个班要买蛋糕 这两个班也要买饮料 那我干脆呢 两个班一起买蛋糕 一起买饮料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知道 然后如果 如果我这样子写 X加3乘以X加3 那我上海不就一样吗 对 看你要开前面开后面都可以 对不对 对 如果我选择开后面 就可以写出什么呢 X加3 正面打开喔 所以是不是乘以X 对不对 还有一个就是X加3 也要乘以谁 3 所以我是把它分开 再乘X加3乘以他 X加3乘以他 对 再合并 可以喔 接下来 这个是不是还可以再分开一次 再分开一次就变成 两个X 这一个要乘以他 对不对 所以X乘以X 可以吗 再来呢 3要乘以X 3也要乘以X 然后再加起来 再来后面这里呢 3要乘以X 这两个分开跟他乘 所以是X乘以3 3也要乘以3 3也要乘以3 再把它加起来 再把它加起来 然后呢 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什么呢 X的二次 X乘以X交到X的二次 这个叫什么呢 3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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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叫什么呢 3X 3X 这个叫什么呢 还能不能再算 可以 为什么可以再算呢 3X加3X 什么叫做3X加3X呢 2X 2X 什么叫做3X加3X呢 3X 这个叫做什么 你告诉我 3X X X Y等于XX 对不对 可以吗 理解吗 理解 这叫Y等于X 对不对 对 那什么叫做3X呢 1 2 3 3 所以这个叫做 3X 3X 那什么叫做3X加3X呢 3X加3X 3X加3X 再三格 对 对 所以加起来到这里来 所以就变两倍 对不对 3X 所以它还是同一类的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同一类的 哪一类呢 3X X这一类变六倍 对不对 3倍3倍变六倍 所以 OK吗 好厉害 好 这个叫做从上面把它给分开胜 叫做分 对 叫做分开胜 叫做分开胜 好 然后一样的道理 一样的道理 从这里回去 从这里回去 不就本来是分开的东西吗 本来分开的东西吗 那因为 看我这里 看我这里 它乘以X 它也要乘以X 对不对 既然它们都会乘以X 那不如我就 它们两个先把它并起来 再跟它算 对 理解吗 它要乘以X 它也要乘以X 所以我这两个先加起来 再来跟你算 好 所以这个叫做一起算 所以从这里可以变成一起算 可以 这里也是一样 我X要乘以X 这个3也要乘以3 对不对 我要乘以3 你也要乘以3 那干错我们两个先加起来 再跟你算 所以从分开变一起 可以喔 然后从这里到这里 为什么可以并起来呢 因为这一个乘以X加3 对不对 这一个也乘以X加3 对不对 这一个跟这一个一样 对 那它要跟它算 它也要跟它算 那干错我们两个就先合起来 再跟你算 好 理解吗 理解 确定吗 确定 好的 请你们先完成第一题到第三题 有人还没写完 好 写完了请你继续往下写 绝对不可以跳题 绝对不可以跳题 然后不求快 因为你越快我反而会讲的越慢 好 因为你太快 你只是把它背下来 背下来不好 因为要背下来很快 可是真正学会没有那么快 你能够写的你就继续往后面写 继续往后面写 遇到困难找我 从第一题到第三题 可以写就继续往下面写就对了 继续往下面写 把黑板看清楚 我黑板上示范的是第三题 X加3乘X加3 第三题那里 慢慢想 慢慢想 想清楚 左右两边都要一起写 因为一个是用加的一个是用剪的 你都要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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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清楚才写 不要无意识的写 不要无意识的写 不可以无意识的写 无意识的写 这样等于没有学到 平方根 平方根的意思是 某一个数字的平方 会等于它 那叫开根号 但是它不是要开根号 开根号 其实也是在求平方根 对不对 有遇到困难 一定要立刻跟我讲 或者是你写完了 想要让我帮你看 对不对 也可以马上举手跟我讲 但是不急 不急 真的不要急 越慢 我这张可以发挥的功能越大 等我一下 等我一下 非常好 非常厉害 写得非常完整 老老实实 按部就班 你都写完了 那是就班 怎么可以那么厉害呢 问题是说 你从这里到这里 你怎么变的 从这里到这里怎么变 那个变的过程 来这两个写得还不够完整 这两个我确定你会 这两个我不太确定 就是那个 因为你有看到他们两个一样 所以感觉上 你只是把它抄下来 你懂我在讲什么 就是你没有真的从这里 把它变成一起算 想一下 可以把那个第三条 第三条 哪一条 这一条 这一条是这样 这一个 这一个不是要乘引它吗 对啦 那我把这个分开 我把它分开 不就是会分开成 X 放个颜色 X加3 X加3 在这里 我把它分开了 但是他们分开之后 还是要跟它乘 所以才会有一个 X乘X X乘X 还是绿色乘它 绿色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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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吗 这里也是一样 就是我把这两个分开 在哪里呢 在这里 分开 对不对 他们分开之后还是在做加法 因为他们本来就在做加法 但他们分开之前在乘以3 对不对 所以分开之后还是要乘以3才对 像永迅这样就是对的 不急喔 越慢越好 你要非常清楚在写什么 小子 你看一下 这边漏掉了什么 就不要那么快啊 老老实实的 就不急啊 不急 一起放 写后面 你如果还不OK 你还可以再多看几遍 都可以 你可以自己决定 不急啊 这个越慢越好 这个就是那一个 知道吗 好 老师 老我舒服的话就知道吗 嗯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X乘X乘他没有错 好 富士X乘我们不会这么写 因为他们同地位 开始只不过是一个数字 那个数字我不小还是多少而已 也不能突然把它写得很小 这样没公平啊 他不是次方喔 你找到了吗 找到问题了喔 你在哪里可以写得好 你在问字 可以写得好看 你就要把我写到那个买看看 不急啊 像这样的写字好不好 你可以写得比这个字还漂亮啊 就不要急 不要急 越慢越好 越慢越好 真的真的 相信我越慢越好 因为你会 你就很快很想要把它很快地写完 对不对 好 这个都没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在下面 你有点遇到困难 对不对 其实也没有什么遇到困难 你注意好好的去想一下 今天哪14 你很快地算出来 你的快是有道理的 因为好算 好算你就忘记了 你再算 你事实上做了一个动作 从这里到这里 你做了一个动作 从这里到这里 是加下来 没错啦 7加714 回头怎么办 做什么动作 除以多少 对 所以你 如果我是你 我一定会做这个动作 你要告诉自己 他怎么来的 你要告诉自己 他怎么来的 懂吗 这是关键 你会发现前面 全部都这样算了 只因为你算太快了 你没有意识到 你有做这个动作 那你把这个想法 讲出来之后呢 这个对你来讲 就简单了 理解吗 好 然后呢 从第四题开始 我只是把这一个 改成直式的写法 来所有同学暂停看我这里 暂停一下看我这里 我把刚刚的横式 改写成直式 这个上次我们讲过一次 对不对 所以我可以讲快一点 对不对 对 对 这不就是一起算 跟一起算 下面要把它分开 对不对 对 所以会得到一个 我要把它分开算 对不对 对 那我要把它分开算 不就是把这个 把它分开 变成X跟3吗 对 分开之后 我要3去跟它算的时候 我也要把上面分开 跟它算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分开算 所以3 3 他乘以他 3 这个也是要跟上面算 对不对 那这个跟上面算的时候 这一个一起算 也要分开跟它算 对不对 所以就会变成 他乘以他等于3X 他乘以他等于 5 4 然后这个 因为它们两个同一类 所以我可以并起来 所以X平方 加6 6X 加9 这个是第三体的东西 对 看好这里 还没结束 看好这里 如果 我这边不是写加3 减 如果是写减3 我如果是写减3 下面什么地方会跟着改 下面等 这个 这里要不要改-9 不要 因为成 像 这里要不要改-9 不要 你觉得要改的请举手 你觉得不用改的请举手 放下 -3X-3 那什么意思呢 相反再相反 就像你的手本来是这样 对不对 对 负号就变这样了 对不对 再一个负号就回来了 对 你了解意思吗 这一面就面向你了 懂我在讲什么 好 所以负3乘负3 就会变回正的9 可以 好 然后呢 但是因为它是负3乘负3 所以负3乘以负3 就会变负X 一开始乘以负3 就会变负3 一开始乘以负3 所以这两个会跟着掉下来 对不对 对 这个想法很重要 好 这两个直接跑到这里 对不对 然后这两个怎么下来呢 加 加下来 所以负3加负3 负负得正 对不对 对 负得正用在哪里 成 成法跟除法 小心哦 所以为什么不教你们这个 可是你们被教了 我还是得给你们提醒 对 负数加负数 不是念到两个负 就会变正的 不是哦 负数加负数 所以加起来仍然是负数哦 对 所以这个会是 -6 对负6 负6X 可以吗 也就是-6X 我这样讲 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不会 开心 你不会觉得奇怪吗 不会 我一下子念负6 一下子又要念减6 对 他说也是负6 对啊 你觉得呢 我知道 减6 哈哈哈 首先我们要回到源头了 对 源头 我们要回到源头 哈哈哈 我自己念都会觉得奇怪 不然你都不会觉得奇怪 就很奇怪 不会 来同学看好这里 请问一下这个怎么读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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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知道他是假的哦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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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是他是一个技术纯就是技术纯熟的表演 他是一个技术非常纯熟的表演 东西都还在不会不见 人也没有被切到 -2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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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陰歌鱼 陰歌鱼 陰歌鱼我知道 陰歌鱼 他像起來像陰歌 陰歌鱼 陰歌鱼 是有點像 等一下附帶一題 那個洪章不喜歡你們學他 不要學他他會生氣好不好 他不高興 看情況 他不開心 對他不開心 來不要學他 他帶給你們那麼大的開心 他有跟我講他不希望你們學他 他不想 對因為不是啦 就是 不是不是這個意思 因為他被模仿那當下 感覺不太舒服 不知道你們懂不懂我講的東西 懂啦 有些人懂啦 有些人可能不太懂 有些人懂不懂 有些人懂 老師理心才在模仿 哈哈哈哈 那個雅萱妳的玻璃非常髒耶 是被誰弄髒還是妳根本沒有差 黃東升 黃東升 真的 她被隔壁 她放了鹽 她消兩個咧 每個窗戶都是乾淨的 就只有林亞萱的窗戶是髒的 那是一塊 那是一塊 油蔽 她把他臉上面有夠 油蔽 油蔽 沒有舒服耶 不可以這樣 你想要舒服去貼地磚 外面那個也有涼涼的 你去貼那個 你貼完之後再把它擦乾淨 你經過的地方你給它保持乾淨 你不要 好 好那個 剪掉三就代表要把三拿掉 對不對 把三拿掉 可以喔 那我要把三拿掉不就是希望它不見嗎 就是想讓 就想讓那個三不見 那我要怎麼讓三不見 你在那個癌症喔 癌症 得到癌症 癌症有兩種治療方式 得到 等一下聽我講 腫瘤嘛對不對 切腫瘤 對第一個動作就要切掉 等一下有一個方法就是把它切掉 就是直接把它拿掉 腫瘤直接把它拿掉 還有一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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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動的 化療 類似 類似 對 就是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 我不太確定是不是它 可是那個治療叫做標靶治療 就是 它會加一個東西進去 不知道它是不是化療 就是它透過一些方法加東西進去 把它吃掉 把它吃掉 就延藏成品 對 對 那就是好像有一個方法就是它可以加東西進去 然後把那個腫瘤吃掉這樣子 好好玩喔 就是透過加東西的方式 加 就很像鹽酸反 會不太清楚 化療的臉會很不舒服 不想住 會想住 對 會很不舒服 化療的感覺就好像是你外加一個方法 外加有沒有 加一個方法進去 就是想要把它消掉 就是你可能加了什麼東西要把它消掉 就希望把那個腫瘤消掉 來 注意聽我講喔 所以 一樣的方法 所以你得癌症的時候 不是你得癌症 不要說你 如果得癌症的時候 第一個方法就是 把腫瘤切掉 注意聽我講 第一個方法就是把腫瘤切掉 第二個方法就是我加 像化療一樣 我加東西進去 慢慢的把它消掉 把它吃掉 所以我加東西進去 所以我加什麼東西讓它不見 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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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腫瘤你還加腫瘤進去 喔喔喔喔 它加那個 你是不是要加一個 可以把它消掉的東西 對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要加一個 跟它有相反動作的東西 對 所以你要加上什麼 加3 加3 要加一個跟它相反的動作 腫瘤會越長越多喔 癌症那個是 其實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 心裡面 每一個人身體裡面 都有一些癌細胞 好 但是那些癌細胞 不夠多的時候 它不會影響到我們 那是因為它不正常的生長 不正常的生長 不正常的生長 對 有機會 嗯 就是你不正常的 不正常的飲食 好 所以呢 我要做一個 這個跟腫瘤相反的動作 了解嗎 做一個 做一個 做加進去 不是拿掉 是加東西進去 好 加東西進去 把你抵消掉 好 所以這個叫做標靶治療 好 所以加負3 所以 AX-3 我想要讓3不見 我可以透過加負3 來辦到這件事情 對 所以 AX-3 就相當於是 AX加負3 了解我 在講什麼 那加上負3 加上負3 就相當於是 希望讓3不見 不是嗎 對 希望讓3不見 就是要把腫瘤拿掉 對 所以-3 就是加東西進去 那加什麼東西進去 加跟它的相反 把這整個寫在筆記本上 所以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常常會 有時候我們常常會這樣 因為加 AX-3 就相當於是 AX加負3 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 有時候方便起見 我會直接說 這個是AX 這個是負3的AX 講錯了 就是 有時候 注意看 AX-負3 就相當於是AX加負3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自己想一個東西 感覺上 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加號 在這裡 了解 在講什麼 可以把它想成是 AX-3 相當於是AX加負3 這樣 所以你可以把它想成 有一個加號 偷偷的寫在那裡 所以我就可以把它讀成 這個是AX 後面是負3這樣 可是它真正 真正讀法是AX-3 可是你知道 它就相當於是AX加負3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把它讀做負3 是為了方便起見 有時候 有時候 像在這裡的時候 因為是負3加負3得到負6 那負3加負3得到負6 可是事實上你很清楚 你事實上是加負6 對不對 你事實上是加負6 可是加負6 最後的合併結果 就變成-6 你真正負3加負3 應該是負6 那為什麼我後來又變成讀-6呢 因為你事實上是加負6 加負6又改寫成-6 因為加負6跟-6一樣 這裡也一樣 它明明是X-3 它明明是X-3 可是我們偷偷的把它想成是X加負3 對不對 所以就可以把它讀做負3來做運算 它有它的方便性 懂嗎 好 OK 我要講什麼 好 請問一下 我如果 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這邊做一個箭頭一下 -3加負3等於6對不對 對 3怎麼得到6 3從6 這個最重要 對不對 對 對 所以 X-3 乘X-3 最後這個-3加-3 就會變-6 對不對 那個-3加-3 我們先不要負的 先加的就 比較好講 所以它會 X加3 X加3 3加3得到 所以3加3得到6 不就是相當於是3的兩倍嗎 對 請問一下 你下來乘以2上去呢 除以 所以如果你這邊是6 你如果這邊是6 你是不是就可以填上面的空格 對 這個空格若不見了 這個空格若不見了 你是不是可以通過6除以2得到3333 理解我在講什麼 是啊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我把3換掉 如果我把3換掉 如果我這邊換成5 取下這邊會寫多少 5 取下這邊會寫多少 10 10 10怎麼來 5加2 10怎麼來 5加5 5加5沒有錯 可是5加5 5加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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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如果我只要看一個5呢 5加5得到10對不對 那我也可以說5怎樣 5乘以2得到多少 10 所以注意看喔 如果這邊是7呢 14 就7 2多少 14 然後請問一下 這個空格填多少 49 49 這個懂嗎 這個49這邊填多少 49 49 49什麼來 7 7對不對 77乳膠巧克力 有吃過嗎 不是 7 7 49 7加7等於14 7的2倍得到它 對不對 對不對 從這個7到這個7我們是做平方 對不對 從這個7到這個7我們是怎樣 乘以2 知道我在講什麼嗎 知道 如果我只看一個7啦 如果我只看一個7 77 77 7的2倍 77 77 7的平方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如果 如果我把它寫成這樣 你有沒有機會一次到位 一開始加7的平方 你可不可以直接寫出這一行處啊 嗯 嗯 你心裡面的想法 注意看喔 你心裡面的想法不就是X加7乘X加7嗎 對 想這一個懂嗎 你有跟上嗎 有 哈囉 你有跟上嗎 我沒有想 我沒有想 他就是有點標像 所以他不懂 好 所以 X加7乘X加7 是不是一定會給X平方 X平方從哪裡 對不對 所以是 我把它 平方 就會得到它 可以嗎 可以 所以 X加7的平方 X乘X 是不是X需要平方 可以 所以會有一個X平方 對不對 有 這個是不是 這個是不是在旁邊這裡 是不是7749 所以你是不是也要把它怎樣 平方 所以7749得到多少呢 49 了解嗎 中間呢 中間還有嘛 對不對 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中間呢 因為你分開算的時候 這邊是不是要乘一次 不會 因為你要分開算 你要乘以它也要乘以它 對不對 你不能漏掉喔 懂意思喔 所以 這裡乘以它 所以你還有一個 還有這個東西對不對 對 了解嗎 那中間這個 中間這個怎麼來 不就是777714 對不對 那777714 只看一個7怎麼到14 只看一個7怎麼到14 12 是不是7乘以2 對 所以這個要填什麼 7乘以2 7乘以2得到14 可以嗎 真的嗎 嗯 目前這個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呢 舉手 好 OK放下 如果你真的懂 不知道你會被我弄亂掉 對 算這一個 寫筆記本 想法就在 想法就在 x加7乘以x加7 我們把它分開算 所以 7749 7x 7x 所以這裡怎樣 這裡就怎樣 然後x平方 可是所以 你可以寫像怎樣嗎 都可以 你也可以直接寫答案 你能不能直接像 你能不能從這裡直接寫答案 但是你的想法還是在這裡 好 你在這裡想 可是可以直接看他寫答案 試看看而已啦 不知道你們會成功 等一下你們把這個寫一遍 寫完之後 因為這個是關鍵 這個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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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x加7乘x加1整個你沒有問題 但是如果我要單純的從一個x得到x平方 單純的從一個x得到這一個得到這一個 你怎麼得到這樣 這個想法在這裡喔 所以這個要把它平方才會得到它 為什麼平方呢 因為你會連乘兩次嘛 不斷的想 你會連乘兩次所以得到平方 你會連乘兩次才會有一個49 所以你是這邊平方這邊也平方 可是這樣沒有結束喔 還有一個中間的 77跑到這裡來 所以就變兩倍 所以看到這個數字我只要兩倍就得到答案 這個寫好了舉手 好我來看一下 在哪裡啊 錯一個小的地方 小心看 厲害 你的四喔 你的四 你的四都這樣寫 我不會學 我不太會學 學不來 那個要寫一下 來 從這裡得到答案 從這裡得到答案 你寫那個很好 你寫在那個很好 你們蠻認真的 不錯 我剛剛看了幾個同學都會先寫這個 都會先寫這個 那個想法很好 但是你還是寫一下這個 就是這一個如果你要直接得到答案 你會怎麼想這樣 要怎麼想可以直接得到答案 但是你心裡面還是要有那個 心裡面還是要有那個 厲害 給他一個掌聲可以嗎 這個掌聲不錯 這個掌聲不錯 我有史以來聽到最好的一次掌聲 這個掌聲不錯 他厲害厲害 但他一開始錯 他自己看竟然可以看出自己錯在哪裡 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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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非常好 錯看看自己錯在哪裡 你也 你錯兩個地方 檢查一下錯在哪 你錯好幾個地方 對 再整個檢查一遍 OK Good 非常好 好 OK 那這個剛剛我有講過對不對 加上它可以改成 對 再寫一個 再寫一次就好 寫得非常好 非常好 厲害 試看看 直接寫 可以 這個要寫對不容易 因為 因為 好繼續 一起放 對 那你這邊要補一個加 最後都是病 錯 你錯在跟雅萱一樣的地方 在哪裡 好 你再從這一個直接看到它 看能不能直接從這裡看到它 就是如果沒有它 但是你心裡面要想著它 直接從這裡寫到答案 試看看 在哪裡 Good 厲害 你在哪裡 好 那你能不能再寫一個 就是X-4的高校平方 直接寫出答案 就如果沒有那個直視 心裡面想著直視 可是直接寫答案 懂嗎 你寫在哪裡 可以灌出 你跟雅萱一樣 只錯一個小地方而已 你錯在跟它相同的地方 你想看看 想一下 慢慢你找直視寫一下 你把直視稍微寫一下 你把直視稍微寫一下 厲害 鄭永勳 你很吵 你們兩個都一樣 題目沒有寫 題目要寫 對 你寫在哪裡 這裡是富士對不對 所以神下來也會富士 所以下來也會富 所以檔案就會跟著有 OK 厲害 給它一個掌聲 好 我覺得永勳不簡單 因為他錯滿多地方 他進來可以變 對 那個新神的錯跟他一模一樣 新神你自己改 跟誰一模一樣 跟永勳一模一樣 好 好 所以呢 這一個不就是這樣 這個不就是 AX-4 乘以AX-4 然後 然後得到答案不是嗎 對 對 看我這裡 看我這裡 你心裡面要想著這個 你心裡面要想著這個 AX-4乘以AX-4 對不對 然後就分開分開分開 然後在最後得到答案 知道在講什麼 所以你心裡面要想什麼 你看著它的時候 你看著它的時候 你就要想著這個 想著這個的時候 你會想到什麼呢 這個會有一個平方 對不對 最後一個答案叫做X平方 可以嗎 然後還有一個東西很簡單 就是從這裡來 對不對 這裡是不是也會平方 那平方是拿誰的平方 負4乘負4 對啦 那負4乘負4就會得到 16 所以這邊會有一個16 而且是加16喔 不是減喔 這個全辦只有一個人錯 好 不是你 是你坐在前面的那一個 哈哈哈 耶 好 這個地方你不要小看這個 這個很多人會犯這個錯喔 因為他看到這裡有負號 他這邊就會很想寫負號 金采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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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你是 負4乘以負4 對不對 就是聽我講 我剛剛明明讀X-4不是嗎 對 可是X-4可以想成X加負4 對不對 所以我也可以把它讀成負4乘負4 理解嗎 所以負4乘負4就會變成負數再負數就變正的 可以喔 所以這邊是加16不是減16 再來 我現在是還需要中間這一個 所以 這一個 這一個是由平方得到 這一個也是透過平方得到 中間這一個不就是透過他們兩個共有 然後把它做什麼動作 乘2 乘2 對不對 所以注意喔 你是拿負4乘以2喔 負4的兩倍 負4的兩倍 負8X 所以我可以直接看 注意看喔 AX-4的平方 對 就會有AX的平方 也會有負4的平方 對不對 也會有負4的兩倍 對 了解嗎 到X 就是他們兩個乘起來 有沒有發現 他們兩個乘起來才會有負4X 不是嗎 這個叫交叉 可以嗎 對 所以還有一個交叉的東西 對 那交叉算出來這個東西的負8 是由這個數字的兩倍得到 對 可以嗎 可以 好下午再講 下課 下午還有一堂課 第六堂 因為明天沒有數學課 你可以這樣子想 會比較快樂一點 明天沒有數學課 我把明天的課掉